而为了要迎战 3月14号要推出的三星S4 各家手机是警戒备战 除了三星自家的Note 2 推出优惠专案 像是iPhone 5也降价了1000块钱 而HTC蝴蝶机呢 则是推出了限折3000元来备战 32G 白色和黑色都卖完咯 为了迎战S4 iPhone 5开卖不到一个月 马上大降价 iPhone 5 3社G降价1000元 iPhone 6S 16G降最大 最多限折2000元 我觉得降太少了 2000 3000吧 差不多 一样备战的还有HTC Butterfly 以及三星Note 2 提出细码专案 榜约限折3000元 手机只要1990就买得到 不过玩家必须月付 1773元的高费率 所以降价对你来讲 应该有比较有信用 在美国 卖手机也一样要打价格战 拍卖网eBay就出现了 苹果折价商品的专卖网站 像iPad 2 32G只卖429美元 13.3寸的MacBook Air也只要899美金 比官网价格便宜100美元 上半年其实苹果阵营欠缺新的手机 所以在宏达店寄出它的机皇 再加上三星新的机皇 要上市的情况之下 那么对苹果来讲产生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它必须要有所因应 苹果努力拼市战 现在就连音乐大饼也不放过 苹果申请专利 未来从iTunes下载的音乐 听腻了还可以转卖给别人 大打圆端二手市场 强在三星新品上市前 各家手机大打价格战 看来S4没有曝光的一天 大家都不敢松懈 东森产机新闻中年进 李伟伦综合报导